本来周五的这个火力堂局势是真会出的,要远处,不过人了 这多少钱? 哪一个 这个瓶子白菜的 这个 坏了 800 带个儿啊 好,谢谢 这零纸盘子多钱? 这零纸盘子多钱? 这 这 50一个 50一个 那挺便宜 哎呀,冲了 冲了 冲了50 这个洗字罐多钱呢 啊 几百 600 全品啊 全品 全的 全的 全厉害吧 就是做个标本的你可以 哎呦 那不行 但是他掉不下来的 这么晚啊 600 行,谢谢啊 哎呃,来的不管早还是晚也避免不老公 新军 那点小事都好 能看一看 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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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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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买个仙 看一看再看一看 你看很厚 十只 哎呀 卖个仙 这里还算有个收获 买到一个 是 明大了 小的吃 很漂亮 洗一洗 虽然看不是很鲜 但是洗一洗 很好看的摆在岸头 冷的跟啥样呢 大早上跑去 就买到两件东西啊 一个是这把壶 这把壶 实在手太冷了 我没法当手操作 还要把那盖子给打了 给大家露 没露上 这是把什么壶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款 就知道 你看 什么壶啊 橘球 你看这字都是简体啊 这壶就解放后 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壶 到不了九十年代 但是它的包姜特别好 然后它还带一个这个 诶 好像弄了一个这个盖子 挺漂亮的 巨球壶 包姜特别的厚重 然后这种壶 我觉得 比较好的原因是啥呢 它起码是紫砂 因为现在 对吧 那砂你都分屏是沙沙了 过去那 不缺这种原料 它至少都是个紫砂 所以这把壶也不错 也是很不错 你看它的包姜格 包我的壶型也很好 大小也合适 这种壶的大小容量 应该 多少毫升我也不知道 比那种清代的大壶 要小一些 我觉得两三个人 三四个人是够的 对吧 再一个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这个明代的一个狮子 刚才认为是明代的 为什么明代 明代一般看 这不掏 这不掏 这个明代的狮子 方脸方嘴 整个看起来比较直 我们把它叫狗狮 但是这个狮子 起码它还不能是那么像狗 它还挺像狮子 我觉得这应该是个明代晚期 左右的一个狮子 也是我们这边这个为难出来的 狮子也是青狮 但是风化的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这种这种东西是小的暗头石啊 过去是什么 我没有太深入研究 但是现在一般把它都叫暗头石 百月暗头很漂亮 光太洒了 如果有一道树光打下来 阴影打下来这个石子 还很好看 很萌 很萌 呆呆的大嘴巴 很漂亮 OK 今天 反正 以为地摊应该恢复的人挺多 看着也确实不少 可是货确实不多 主要还是因为太冷了吧 并没有完全的恢复 OK 我是首藏的天元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需要交流的 咱们都可以全力去交流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就可以私信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